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会生活种菜 我的频道呢,就是帮助大家在园艺过程当中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那么我是在加拿大的温哥华 欢迎在温哥华的朋友加入我们的种菜群 那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的一个 关于种果树的心得 那么之前呢,也跟大家介绍过啊 这个果树非常容易遭病虫害 最常见的,那就是牙虫 我这棵果树呢,大概在这有四五年的时间了 是从小开始慢慢养起来的 然后每年呢,都是树上,树叶上啊 就长满了牙虫 那这个牙虫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地上的蚂蚁顺着这个树干 给慢慢搬上去的 那就是一部分的牙虫 还有一部分的牙虫呢,是自己飞过来的 有绿的,绿色的比较多啊 因为它把自己隐藏成那种绿色 好,藏在树叶下面 还有那种黑色的 会飞的,不会飞的,各种牙虫 那有了牙虫之后呢 就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这个叶片卷曲 整个树就生长不良了 一旦有牙虫 那它一长就是一树 然后就会导致你这个结的果 就不正常了 果实就会掉落 这个树,今年就结不了果了 所以呢 防止牙虫是我们这个想要果树 丰收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 那有了牙虫除了果实接不了之外呢 这个牙虫呢还会招来那些马蜂 因为马蜂呢也非常喜欢这个牙虫身上 分泌出来那些甜甜的枝叶 马蜂呢会把这些牙虫上的枝叶呢 带走到地方 另外一个地方去做马蜂窝 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就亲眼见到过 我这个长满了牙虫的树上呢 然后呼呼的飞来很多的这个马蜂 然后飞来又飞走 飞来又飞走 然后跑到一个屋檐下去做马蜂窝了 你清楚马蜂窝又需要花钱找人 价格也不便宜 所以呢 如果从源头开始治理的话呢 我们首先就要从蚂蚁开始 所以呢 咱们的话题又回到了 如何防止这个蚂蚁上树的问题了 那蚂蚁呢 一般是在每年开春的时候 就春天之前的时候 蚂蚁呢开始大量的繁殖 然后慢慢的从这个树干上爬上去 爬到树叶上面去 所以呢 防止蚂蚁有很多方法 比如说超市里可以买到 非常容易买到那些化学的制剂 比如说 2%的假盐 那这个东西呢 有效 确实有效 但是呢 这么大的一棵树 我们用这么一小瓶 然后喷的话 有点不太现实啊 而且呢 治标不治本 我们也不想把这些化学制剂的东西呢 喷到这个果树上面 对吧 因为它是个果树嘛 还有呢 就是曾经跟大家介绍的一个方法 就是用那种胶带 用胶带呢 给反过来 绕这个树干呢 缠一圈 那这个方法也是有效的 只是说呢 它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大概呢 两三天 这个胶布呢 就不黏了 那蚂蚁呢 也很聪明 它就会呢 想办法还是又爬上去了 所以呢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方法 超级管用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办法了 我之前呢 也做过视频 应该大家讲解过 咖啡渣的好处 实在是太多了 那咖啡渣呢 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肥料 它的肥力其实非常的弱 那主要以蛋肥为主 那有朋友可能会说 我加那么多咖啡渣 那光长树叶不结果了 其实你不用担心那么多 咖啡渣呢 它的肥力是非常小的 用些咖啡渣来防治这个病虫害 比你那个 所担心的那些担忧呢 要更重要一些 首先咖啡渣的来源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需要大量的咖啡渣 那我们家里呢 又不可能储存这么多的咖啡渣 你知道咖啡渣 就算你每天喝咖啡 然后你那个咖啡渣呢 收集起来 如果时间长了的话 它会发霉 变绿 所以呢 放在屋子里面 那对身体也不好 所以呢 我的办法呢 就是去附近的咖啡店 去要一些 他们都会很 很愿意给你一大包的咖啡渣 然后回来之后呢 可以不用等 立刻就把它倒在这个树的底下 这个咖啡渣呢 要回来之后 其实不需要进行任何处理 就直接倒在这个树底下就好了 也可以用土掺和一下 也可以不用 那么它实际上呢 是不会烧掉这个树根的啊 最好是在早春之前进行 这样呢 就会防止第一批的这个蚂蚁和牙虫上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看到现在呢 这个就是我的咖啡渣 表面上这一层棕色的 全部都是纯的咖啡渣 那我呢 是直接把这个咖啡渣 倒在了这个果树的旁边 这是一棵里子树 那现在呢 这个其实已经是我 第三批倒这个咖啡渣了 就把它 你看 就太阳就这么直接晒着 然后呢 这个小块块 你看这么拍一拍就都碎掉了 然后 放了咖啡渣之后的效果 是非常明显的 以前呢 这一棵果树上面呢 会从下面爬上去 很多的蚂蚁 小蚂蚁 然后蚂蚁呢 又会搬上去那些牙虫 所以整个这个树上 树叶上面 全部都是牙虫 特别是在树叶的后面 可以说整个这个树叶全部都是 或者呢 如果您不是果树 是其他蔬菜的话呢 那我建议可以直接让这些咖啡渣呢 在这个塑料袋里面先 焖一段时间 就是放在一个角落里面 让它自然的发酵 然后再把它放在这个树的 或者植物的周围 然后蚂蚁呢 其实呢 它是非常不喜欢这个咖啡渣的味道的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表面上呢 这个厚厚一层咖啡渣呢 实际上已经在上面 这里待了有两个星期了 但是呢 我站在这么近的位置 还是可以闻到它这个咖啡的香味 所以这个蚂蚁是非常不喜欢这个味道的 但是呢 又对它造成不了伤害 所以呢 它就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所以总结一下呢 我觉得咖啡渣在我们种菜呀 或者是种果树方面 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平时呢 尽量是能多收集一些 就多收集一些啊 像我附近那些咖啡店 他们那些咖啡渣都非常紧张 经常就是被人要走了啊 经常我还要在这儿等 所以呢 可见这个咖啡渣对于大家这个 在园艺上面的这个重要作用啊 已经有很多人都知道了 有的朋友呢 可能咖啡渣用了之后呢 觉得好像效果不是很明显 那么我总结的话呢 可能就是 比如说咖啡渣用的太少了 只薄薄的撒了一层那样的效果是不明显的 要用的话呢 就尽量多用一些 你可以呢 让这个咖啡渣和这个土混在一起 直接用来种菜呢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了 今天呢 就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咖啡渣在用于果树防止病虫害上面的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把咖啡渣少量的 多次的用在一些我们种植的花卉啊 还有蔬菜上面 对于防止牙虫也是非常有效的 使用了之后呢 我感觉我现在看上去呢 树上是一个牙虫都没有了 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呢 感兴趣朋友就试一下吧 感谢收看今天的灰尘活种菜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